凌晨三四点 披星戴月骑着摩托车赶到早餐店 就忙个不停 一天兼两份工 陈女士却从不喊累 因为先生现在的身体也不好 没有那个体力继续像以前那样的工作 为了家庭 为了先生 为了小孩子 我不会觉得幸福 我做得很高兴 我如果没有站起来的话 小孩子要找谁啊 从福建驾到澎湖的慈济照顾护陈女士 三年多前先生罹患喉癌后 一间挑起家庭重担 幸好两个孩子读书很争气 是最大安慰 多年来关怀的慈济志工 心疼孩子卧在茶几上写功课 想要帮忙改善 我认读书里的房子中就是看到的孩子 坐在那个幻桌上写功课 那我们的志工事结婚 他孩子长大了 他家有一个事说还很好 所以就是来跟这个妹子呢 他们结缘哦 真心忽略 大家合力把书桌搬上小卡车 还顺便送上一把椅子 孩子以后读书 不需要再挽着腰了 师姐都很那个热心的帮忙 还帮我送过来 我很感恩 还送到家还帮我装好 我这个人我儿子都很感恩 师姐他们 可以吗 可以吗 高兴吗 新年前一份礼物 虽然不是很贵重 却有满满的爱 这份温暖也将一直陪伴着他们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邓宝珠 叶秋良 澎湖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